新闻今日谈 由以下商家联合赞助 巴凡汤森 凯文和 多年分行销售冠军 您可信赖的中区房产中介 专业律师咨询 加百分百租金保障 重城管理 您物业的好管家 各位听众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欢迎大家在两点钟 准时的收听收看新闻今日谈 我是Summer 大家好 我是紫菲 今天很奇怪 为什么我会突然出现在这个地方呢 时隔一年的重新组合在一起了 对了 没错 因为戴维老师这一周是休假的状态 所以这周是我和Summer 来为您主持下午的新闻今日谈 说起我们两个上一次合作 真的是一年前了 对 一年前在搜寻新西兰的时候 所以说这次因为戴维老师 跟大家请过假了 他可能会休息一周的时间 所以说未来的五天时间 将会由我和紫菲老师 共同的为大家带来新闻今日谈 对 因为下周一是一个公众假期 所以戴维老师会在周二的时候 回到节目中 跟大家来见面 对 说到了这个周一 周一我们一开始来跟大家谈谈天气吧 因为相信大家在这个 陪韩刚刚的这个整点播报的时候 有听到说明天可能会有一个中到大雨的天气 那么在这里新闻今日谈的第一条消息 要告诉大家了 气象局已经提醒说 未来四五天的时间都会是一个显著的降雨天气 而且预计部分地区的降雨量更是会超过500毫米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降雨的这样的一个准备 其中南岛的西海岸还有南阿尔卑斯地区即将是迎来暴雨 雨势最大的地区是这个哈里哈里 以及以南的威斯特连和奥塔哥湖泊 以及河流的源头地区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暴雨 很有可能会带来的是这个河水的上涨 引发路面的积水还有山体的滑坡 机动车的驾驶者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 慢慢的开 因为那个就是我们曾经过去的一周 基本上呢可能我觉得大家也可能注意到 就是这个天气啊 其实基本上它阴天比较多还没有下雨 但是呢温度已经开始变化很大了 而且呢最近呢我们也听说过很多的人呢 因为气温的变化导致流感 流感然后感冒啊头痛啊肠胃不适 各种毛病全出来了 就是季节交替变化的时候呢 这种情况特别多 那么基本上酝酿了很久的这个暴风雨的天气呢 冬天要来了 冬天要来了 6月份的话呢 基本上也是已经进入我们新西兰的这个冬天了嘛 对 而且很多小朋友他们在这个学校的时候 就是特别容易这样的流感进行的交叉传染 所以说呢大家这个在送小朋友去上学的时候呢 也要了解清楚周围的是不是有小朋友有流感 或者是小朋友感染了感冒 我觉得可以适当的休息几天 没错 就让我想起来之前我们曾经在讲新闻的时候呢 有一个有一个现象 在新西兰呢有很多的学校呢 基本上冬天的时候孩子也是穿着这个 这个短裤短裙 然后呢很多家长就觉得哇 这个冻在冻在儿腿疼在娘心 特别是中国的家长就会觉得 受不了 对冻得受不了了 但是呢这个可能这边的小朋友有点习惯 不过毕竟在气温变化的时候呢 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保暖 千万不要生病 对所以说第一条这个消息呢 带来大家给带给大家一个比较贴心的提示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奥克兰 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房价问题 房价问题 对有人就说这个奥克兰人呢 是数十年以来第一次觉得说 咱们生活在奥克兰 房价可能会出现下跌的情况了 那么这份报调查报告呢 是根据ASB住房信息指出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资本利得税 是最终没有实施的 但是呢之前资本利得税 大家不是很进行了过多的讨论吗 对 还是让很多人这个心里面有一些担忧 所以说认为房价可能会持续的下跌 我觉得资本利得税 那时候就是说要出台的时候 大家在讨论的时候 很多人真的把心都提到嗓子眼里 因为本身你像奥克兰的房价呢 这个最近一段时间 大家都是在一片喊跌声中 有的比如说政府出台了限购令啊 然后呢这个利率的问题啊 然后呢 健康住房的一些标准 对 比如安保温棉啊什么的 我因为我们可能平时在做节目啊 什么接触的这个跟房产有关的 这些跟这些业界人士很多啊 我就记得很清楚政府 之前你说政府宣布这个资本利得税呢 不实施的时候呢 真的大家都说哇 我们就松了一口气 对 但是这个资本利得税如果 即使没有实施 但是这个房价呢 为什么反而还是会继续 因为大家觉得如果资本利得税 取消的话 是不是会对房价下跌 有一定的这个抑制作用呢 其实目前来说呢 信心还是在下跌的啊 我们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对 那么就有专家认为说啊 奥克兰的住房对于现在来说 是比以前可负担一些了 但是呢 这个改善的情况还是有限的 因为现在持有房产的成本还是很低的 所以说一些买家们可能买入房子之后呢 他们不着急出手 就可能还是比如说想要出租啊 各方面的也不着急用钱 所以说呢 这样啊 房价下跌的这个势头呢 也并没有以前那么的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快 对 因为这个房屋付 就持有房产的这个成本呢 其实你比如说有这个利率问题 然后有房租问题 我们等一下还会讲到 跟房价跟房租的有什么样的关系 是 因为现在呢 基本上可能就是说奥克兰的刚需 就对房屋的刚需还是很强劲 那么很多人是没有 不持自己没有房子的 对 那我要住房 我总不能睡马路吧 那只能是什么 租房 对 租房 现在呢 因为我据我也所了解到 比如说屋况比较好的 房间多一些的 尤其是如果是新房子的话呢 大概四房五房 一周的租金上到一千 并不是一件很稀有的事情 对 而且现在对于租房的一个标准 也是有提升的 比如说你的保温棉 可能两面墙 你的保温棉要安装 然后住房的一个温度 达到一个多少的标准 都是有限制的 没错 所以很多人觉得 即使你看现在利率也不高 我即使贷个几十万上百万 但是呢 如果我这个 我的房租能够cover 或者说大部分能够cover到 我的这个贷款的话呢 那我就 现在房价还不好 我就慢慢持在手里就好了 我不着急卖 是不是 除非我真的等着钱用 否则的话 我就放在手里 静待这个房产的春天 然后我再说 观望派读 就看着呗 是不是 所以说呢 其实刚才我们是讲的 奥克兰这个地方呢 可能房价来说 会有一所下跌 但是在奥克兰之外的地区呢 大家对于房市的信心 还是比较强劲的啊 比如说呢 在北岛 认为房价继续上涨的人呢 是达到了25% 但是在南岛地区 是达到了27% 所以说呢 这个数值也是 自从金融危机以来 一直是保持着正值的 这样的一个发展 比如说像是南岛的 皇后镇附近的这些房价 大家都还是处于比较高位的状态 对了 那么目前呢 就是说奥克兰的房价 是现在这个状态 但是呢 就是说周边地区的房价呢 还是在上涨 对 刚才紫菲老师 也跟我们大家讲到了 说这个房租啊 你说三房四房 可能会达到1000纽币每一周 其实呢 现在房租 其实也是在创一个新高的 根据这个Trainme的数据说 现在全国房租的均值 是达到了每周500纽币 叫这个过去一年 是上涨了5.3% 所以说可见大家 现在普遍的态度 还是说租房的会比较多一点 对 我觉得这个因为租房的情况的 就是房租的上涨 那因为据有一些个 就是租房中介 我们从可以了解到的 基本上可能是市面上 出来一套屋况相对比较好 地理位置相对比较好的房屋的话呢 去看房 就是以租房为主的 租客去看房的人特别的多 有时候呢就真的只能是说 OK我要出的房租 要比别人要高一些 才能拿下这套房子 对信用啊什么样 可能要比一起去看 这个open home的人要好一点 对 现在呢可能大房子 就是有这个 那时候我跟这个租房中介聊过 他说现在反而有些大房子 会好出租一些 为什么呢 比如说四房五房 甚至有更多的这种卧室的房间呢 因为这样有时候会 一个大家庭 即使比如说一千多 我很贵 但是一个大家庭住在这里 大家share一下租金 也还OK 否则的话 你如果说 一个小家庭租一套 两房三房的话 租金并不低 一周五六百六七百 是很常见的事情 所以就这种情况 导致这个房租呢 是越来越高了 对 其实呢这个最大的跌幅呢 是出现在了奥克兰 就是均价比较高的那些地区 比如说跟大家说几个地区 北岸的沿海地区 平均价格呢 是比去年就下降了4.1% 其次呢是North Harbor 下降了3.2%的地区 然后曼努卡东部的地区 也是下降了2% 这个我们说的是房价 对 房价 对 奥克兰平均要价的这些地区 对 因为现在呢 就是说人口呢 增长的放缓 很多移民的一些个 很多移民的流出 就回到了原居地 或者去了其他地方 另外呢经济 之前我们说 从这个今年年初的时候呢 大普遍的这个商业信心呢 就说觉得不是特别好 觉得这个经济呢 没有可能没有像之前那几年呢 一样那样强劲的增长 所以对商业信心指数的下降 也会导致呢 就是大家 我到时候手里 我手里没钱了 甚至可能工作 都不一定能够保住啊 有没有现在这么高的收入 那么我还能不能买得起房 所以呢 就是说 种种因素加起来 导致的这个 这个房价呢 会持续的往下走 对 所以说呢 刚才是跟大家谈到了 这个奥克兰人会觉得 这个自己住的 附近的房价会下跌 十年以来的第一次 那么接下来呢 广告之后 我们会跟大家聊一聊 这个全国租金 现在是呈现一种暴涨的状态 对 这就是因为这个 这其实高房价跟高租金呢 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 广告中 我们再来跟你聊聊 这方面的内容 一会儿见 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 下午好 欢迎回到新闻今日谈 我是紫菲 大家好 我是Summer 那么在这一周里呢 因为戴卫老师的休假 所以是由我和Summer 来为您主持下午这档节目 刚刚我们讲了 这个奥克兰的房价 以前我们一直觉得 这个只要跟房子沾边的事情呢 都是会 挣钱的 挣钱的 没错 都是挣钱的 不管是盖房子也好 卖房子也好 租房子也好 只要从事相关企业的 相关行业呢 都会挣钱 但是呢 现在发现 这个房价呢 大家对房价走低的信心 是越来越强了 所以可见 大家可能对于这个 都在持观望态度 也对于整个新西兰的这个信心指数来说 是算是比较低的 信心是很低的 对 那么房价高 那其实呢 就会导致很多人是买不起房 因为我们经常说 你看 为什么会出现KV Saver 这种这样的政策 中国是不可能有什么 帮你存钱 不可能有什么 Chinese Saver的这种 是不是 中国人本身就特别爱存钱 所以KV Saver 就像刚才Summer说的 就是说政府呢 想方设法的去帮你存钱 那么存钱用来干嘛用的 有可能是用来首次之夜的 有可能后来养老 养老用的 那么这个 但是呢 还是有很多人是难以负担这个首付的 即使是说 像我们奥克兰的平均房价 这个是120 刚刚我们那个数据里面120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首付呢 真是了不得的一笔 蛮大的一笔钱 那么几十万纽币 如果人们拿不到的话呢 我就没法买房 那怎么办呢 当然现在政府出了很多 很多的政策 比如像QV Bill 我们之前讲过的 政府想出这个很多经济适用房 然后呢 现在 所以为什么现在 现在的房子跟以前不一样 以前 我跟这个一个建房子的朋友聊过 他说呢 以前大概 比如说 一个地并不算很大 但是呢 一个新房子 然后呢 里面设计什么都很好 基本上大概278 甚至以上 300以上的建议 这个住房面积的话呢 哇 卖个150万 160万是很轻松的事情 就是还可以不断的大家 比如说台价 对 可能你100 然后人家叫到120 你还赚了一点 对 我记得以前有个朋友 特别就半开玩笑的跟我说说 那就是房市比较好的时候 他说 现在奥克兰 不管什么样的破房子 都能卖出去 只要是个房子 就能卖出去 我当然这样说法有点夸张 但是可以看出 那个时候房产市场 是如何的火爆 但是呢 现在就是此一时彼时了 现在完全不一样了 那么房价这么高的情况下呢 大家买不起房 尤其那些对于自住需求的 这个买家来说 我买不起房 我只能转而去租房 那么租房 我们新西兰呢 有一个叫Treamme的网站 最近呢 有一个新的租赁的 价格指数数据出来 我们来看看 他到底说了什么 对 其实在上一条新闻当中 也跟大家讲到说 现在租金呢 是呈现一种暴涨的状态 就新西兰四月份 在美洲的租金当中 它就是首次达到了 500纽币一周 就是平均价格 平均价格500纽币一周 因为是较 比如说前一年 去年的四月份 是增长了5.3% 而且呢 放眼这个全国各省的 这个增长 都是属于一种 比较强劲的状态 对 就不仅仅是奥克兰 对吧 对 全国都在涨 是 那么其实有人说 这其实是 也是一个里程碑 显示了全国各地 对于租房这一块的需求 是比较旺盛的 比如说像是在四月份 除开奥克兰 像是丰盛湾 霍克湾 South Land 和Taranaki 和怀卡托 美洲的租金的中位数 也是创下了历史的新高 不仅仅是奥克兰 周边的所有地区 租金都是在处于上涨的状态 那么离我们这个比较近的 这个汉米尔顿 然后呢 去年的需求增长了16% 那么汉米尔顿的租金 是每周平均 它在四月份的时候 已经达到了每周 450纽币 然后呢 之后每周上涨30纽币 它呢 涨的是很高的 因为这个 很多人呢 觉得像 因为奥克兰的房租太贵了 转而去寻求周边的 这些的发展了 对 但是呢 可想现在来说 是周币 奥克兰周边的房租 也是在处于一种 比较强势增长的状态了 对 我们再来看看 首都汇林顿地区 每周的租金的中位数 是同比上涨了10.4% 达到了530纽币 那有人就说530纽币 一周也是算比较高的了 对 其实呢 它是相较于1月份 1月份是达到了一个峰值 是550纽币 所以说4月份和1月份相比呢 其实是有所下降的 1月份呢 基本上可能 不仅仅是在汇林顿 像什么奥克兰 基本上1月份呢 是一个租房的高峰 很多的学生 学生假期结束之后 很多学生的回归 还有很多人呢 因为有一些QA的生活习惯 坐地起价嘛 对 就反正你看房子的人多嘛 这个 然后呢 而且很多 很多那个租房子的人士呢 因为不像 一般来说 圣诞节的时候有一个比较长的假期 有很多人呢 就那个时候就不租 回国了 回国或者是说呢 即使是本地人物可能就退掉房子 我出去旅游 那么1月份回来之后呢 工作也开始了 假期也结束了 所以可能会租房子的人比较多 我们来接听一下热线 好 肖黄 你好 咱们 恭喜你 第一次战独主事节目 和你们的老八道 谢谢 你原来晚上也看吗 你原来晚上也看吗 搜寻信息 我看过 我看过你啊 等等不怎么注意你 什么时候开始注意你了 有一次说阿敦姐那个事 来了 管道提前 我和你说 我给你送句话 什么话呢 窜边你的鞋 走自己的路 让他们愿怎么说怎么说去吧 好 我要走自己的路去了 你要传别人的行为 他还没接动 自己路他里面怎么说怎么说 他倒霉 这个我提个什么建议啊 平时见那个大套 你和他说 别胡说八道 你看 直接被他预测 你这脸打的光 光光光光打的预测 说句话 就他那个水平和赌球啊 他那老婆还要赌青鸭刀 就是这个东北贸易 他还在这赌 好 好 谢谢啊 谢谢您的支持 但是呢我想说这个每个主持人都有自己的这个风格啊 对 就是说这个我们 哎 我们还是 本身我们新闻新闻 尊重每个主持人 嗯 好 我们 说 说到坐地起下了 说到我们坐地起下了啊 说到了可能每 每到12月份或者是1月份的时候呢 大家可能会 房市会有一个复苏 或者是租金会有一个复苏的这样一个阶段 对 嗯 那么这个其实呢 虽然说租金略有降温啊 但是也因为季节性的一些调整 这是很正常的 但是呢市场本身是仍然有大量的需求的啊 也是这个租房市场的刚需 那么现在目前大量租户呢 正在寻找这种比较 寻找这个房子 然后呢供应并不足 并不是说 真的是说房子 我们是说出租 就是拿房出来租的人少吗 这是一方面 但是我觉得这种优质的房源 比如说各方面保暖方面啊 这个环境方面 各方面都比较适合的 这种房子会比较少 你这种房子一出来 真的是大家抢着去要啊 那么像在这种 我们说在这个 就是比较已经开发的这些国家中的啊 我们就 或者叫发达国家 或者叫发展国家的 其实呢住房呢 是相对来说比较自由的这样一个市场 那么除了说 有些个社会保障的这些个房屋 比如说我们有 我们所谓说有公屋 那么可能政府呢 会会会拿出这些 拿出一些房子来给 实在是买不起房子的人来住 除开这样的一个条件之下 其实这个买和租 都是属于一个自愿的前提下 对 由市场来进行调节 对 它就真的是一个市场经济 那么这个 像这个租和买呢 都是就是说 共和需这两方面呢 来互相的制衡 在这种情况下啊 那么比如说有一部分的住房呢 目前呢 就是说像我们奥克兰 或者说整个新西兰 相当一部分住房呢 是由像一些个机构啊 一些个基金啊 或者是一些个私人来拥有的啊 那么他们就是由这些的 他们呢向市场提供充分的这个房源 那么像房价和房租 这间有什么关系呢 那比如说房价上涨的时候 房租呢是不是会跟着上涨 比如说我们可以想象 我是如果我是一个房东的话 我觉得哇我的房子 可以卖那么多的钱啊 我这个价值这么高 说明我什么呀 说明我房子好 对自己有底气 那我就提高租金 那要不然比如说这个房子 我作为投资房 到现在那我房子那么好 如果说可以的话 我就抛了我就卖了 对 否则我就不愿意租 没错 如果说我是一个特别 我是一个特别好的房子 然后呢 每周的租金又很低 那我为什么要放在手里 我直接就把它卖掉 我可以赚钱嘛 对 所以说你看这个房价上涨 其实和租金上涨 它是有挂钩的 房价上涨了 那租金必然也是会 随之而来的上涨 对 另外呢 这个租金上涨呢 其实也会导致呢 某种程度上导致房价上涨 因为很多租房的人 一看租金上涨了 我可能原来 比如说我一个月 一个星期挣1000块钱 我以前的花500块钱 可以租一套房子 现在呢 涨到了600甚至更多 这样的话呢 我自己大部分的收入呢 就用来去干嘛了 去租房了 然后与其这样 那我还不如自个人买房子 交租呢 那所以说 其实租金的就是价格 更能反映这个市场上 这个房子 现在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价位 没错啊 所以呢 这个就是这样的 一种其实相对来说 比较辩证的关系 那房租的上涨呢 也会导致房价的一些上涨 现在很多人就 一看我如果手里有这个有能力的话 我可以买房子来作为投资房 出租自己收租的 做包租婆是不是 但现在大家如果说信心不强的话 还是这个看看 怎么样 上面有没有信心要当个包租婆什么的 我想 但没钱 OK好 刚需不够啊 对我们来看看这个下面一条新闻 跟大家讲讲这个新西兰航空 要买入八架的波音787的梦幻客机了 这个是纽航首席的执行官 在奥克兰就宣布说 纽航要以总价值约和41.2亿纽币的价格 买入八架波音787-10的梦幻客机 其实呢 对于旅客来说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 因为未来新西兰呢 可能会采用新的客机 执行这个从新西兰直飞纽约的这样的一个航线 对了 因为之前的这个之前的波音波音飞机呢 它用的是什么呀 叫罗罗发动机 罗罗发动机就是英国罗尔斯 罗伊斯的这样的一个发动机 就是我们还有一个他比较 还有一个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名字 叫什么 劳斯莱斯 对 劳斯莱斯 但是呢也是频繁的出事故 导致呢 这个787的机队常常要进行维修 可能就是执行一次任务下来 可能要检查非常久的时间 所以说发动机出现故障 纽航呢也是多次造成航班的延误 受影响的旅客统计说是达到了上万人 对了 那么所以呢目前来说呢 可能波音的这个新型客机 就是新型客机呢 他们用的是什么呀 改用通用电器的发动机 对 其实这个通用电器的发动机呢 它是来自于美国的 对 之前的那个发动机是来自于英国的 英国的 那么目前呢 就是说这个纽航啊 远距离的这个航线呢 它的直飞的机型是波音777200 对 主要的飞哪呢 飞 澳大利亚 还有亚洲一些国家和美国 对 很多像去中国的话 很多机型就是77200 那么现在购买的这个787-10的这个机型呢 也是替换了刚才我们说的777-200的这个机型 对 因为就像刚才Summer刚才讲的 就是说为什么会换这种机型 因为这种波音客机呢 用的发动机呢 它放弃了这个英国的发动机 改用美国的通用了 那么目前来说呢 这个世界上有三大航空 航空是发动机的生产商啊 然后呢来做这个飞机的 做飞机引擎了 那么其实就是美国通用 它是老大 然后呢英国的这个罗罗 罗尔斯 罗伊斯就是劳斯莱斯 还有呢另外一句 也是一家美国公司 叫普拉特惠特尼 我们可以简称它为普惠 那么我们如果能 如果您坐飞机的话 新比较细能经常看到这个 有的大的这个波音的这个 发动机上面会写着一个GE 这个不是歌的意思啊 这是美国通用 通用发动机的这个简写 然后呢 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一种 综合性动力和设备的制造商 像很多民航发动机啊 都会用这个美国通用 他们家生产的这个发动机 那么另外呢 我们说到现在呢 波音777200呢 用了很多这个叫做罗罗发动机 罗罗发动机是罗尔斯 罗伊斯 那么简写 英文简写就是两个R嘛 RR 劳斯莱斯 劳斯莱斯 它是英国的主导的这个国际型的企业 那么它呢 其实也是满满有名的 很棒的一家这个发动机制造商啊 那么占有市场份额也非常非常多 然后呢 它给很多空客的这个飞机呢 提供这个提供发动机 对 其实大家有注意 比如说我们坐飞机的时候 有些时候噪音会特别特别的大 比如说像我从奥克兰飞成都的时候 我当时做的就是空客的客机 空客 对 我会自己的感觉来说 相比于我做波音的客机 这个噪音会相对来说小一点 做空客的话 因为空客它其实使用的就是 他们现在用的这个通用的这个发动机 通用的发动机 对 就割的发动机 对 割的发动机 所以说现在呢 这个波音我们刚刚讲的购买的 这八辆的787梦幻客机 它现在呢 也是改用的这个通用的发动机 可能相比于之前的波音系列 它的噪音会和空客一样 会比较的小一点 对 那么这是两家比较大的 一个是这个美国通用 另外一个就是英国的这个罗罗 然后他们两家 以民用的这个发动机为主了 当然他们很多高精尖的这个 也是以 也是还有其他的领域 另外还有一家呢 叫做美国的普惠公司 他们是世界知名的军用的这个就是涡轮发动机 然后的制造商 他们主要的生产的方向是军用方面 他们是不在民航上使用他们的发动机 就是大部分都是以军用为主 像什么我们经常说的什么F15啊 F16啊标配的这个这个发动机呢 就是普惠这家公司给出生产的 那目前来说呢 美国通用啊 还是占这个市场的老大 它是绝对的老大的市场 对市场份额应该说占到了40%左右 对了那么多生产商 他一家就占了这个三分之三分之一 那么其次三分之一还强 其次呢就是美国的英国的罗罗公司 占了22%的市场份额 然后呢美国普惠公司呢占9% 对所以说对于咱们普罗大众来说 可能一个比较好的消息就是 坐上以后噪音比较小的飞机 可以从奥克兰值飞纽约的这样一个航线了 而且现在呢 现在的新机型的研究的是越来越 真的是越来越好了 像我很我跟一些个做旅游 做旅游的朋友呢曾经聊过 他们说现在的飞机呢 不仅仅说安全性当然是最重要的 然后呢噪音低 像你刚才说的 要不然的话呢真的很难受 另外他们连机舱里面的那个空气湿度 你知道都会研究到非常非常细致 湿度因为常常空飞长途会觉得很干 皮肤什么缺水 尤其是大概像我们飞 不管是非中国也好非美国也好 基本上都得11个小时 123个小时是很常有的 如果说你这个湿度不好的话呢 你人整个下来之后呢 像包括什么水肿啊 然后整个精神状态特别不好啊 我特别记得就是 女生可能会比较注重一下 就是机舱里面的湿度 会自己带有些时候带空气 什么加湿器 加湿器 然后面膜 所以说现在连机舱的湿度 它可能也会和地面的湿度 保持一个比较平衡的水平 它就是因为研究嘛 它就是说因为像航空领域 我们不仅仅说坐飞机 它其实像包括人体的这个舒适度啊 人体的健康 它都有很细致的研究 然后呢 他们因为研究出来的感觉 就是说把湿度呢 保持在最适宜人体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范围之内 然后呢 包括气压 包括湿度 所以呢 你坐下来之后呢 尤其长途飞行之后 你觉得 会觉得很舒服 对 下来之后呢 你可能不会像之前那样 需要休息个一天半天的 才能缓过劲来啊 现在就会感觉好多了 所以说这个科技的发展呢 当然首先是用在军事上啊 这是必须的 然后呢 之后呢 会给这个普勒大众的这个生活呢 带来很多的便利啊 这是好处啊 对所以说呢 我们也一个期待做一下 纽航的这个新的八架的 七八七的梦幻科技 七八七杠十的这样的一个梦幻科技 对 所以说呢 这个 这条新闻讲完了之后呢 时间来到了两点四十 我们先进小灯广告 广告之后呢 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其他的新闻 好 马上回来 马上回来 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 大家下午好 欢迎回到新闻今日谈 这个为什么会是那个房子呢 我们两个先出来跟大家见个面啊 你A什么A 因为关于这一家红红的这个商店 我还听我还挺有感情的 刚才还唱了一首歌 给我听 对 因为我觉得吧 来新西兰时间比较长的朋友 可能都听过那首歌 就是在电视里边什么 The Warehouse The Warehouse Where Everyone Get a Bargain 就是我大概那个调我不太记得了 就是Warehouse 应该是大家比较朗朗上口的一首歌 然后又是他常常买东西的一个地方 他就说什么呢 Warehouse 就是这家店的Warehouse 是大家可以买到这个 叫什么物美价廉的地方 物美价廉的商品的地方 因为在我大概 我是2000年左右来到新西兰的 那个时候呢 有时候因为刚刚从国内来的人 会有一种感觉 就是说 贵 对 就你买什么东西的时候 你都会怎么感觉 你就把它 把纽币折成人民币 不管是买菜也好 买衣服也好 买什么日用品 你折下来 哇 好贵 好贵 有一些个像什么F打头的 那家店 Farm 是吧 然后呢 比较中高端的 对 中高端的 他走那样的路线 你会觉得特别贵 所以像Warehouse 就会大家觉得 真的很便宜 那时候我们去 去那边买 大概有个几块钱的 有时候打折的时候 碰到几块钱的东西 然后呢 像一些个甜点 他因为他卖东西很多 服装 厨房用品 然后呢 点心 饮料 甚至包括garden的东西 工具 这应有尽有 因为我来的时间不长 就是也就差不多 快两年的时间吧 我觉得就是 The Warehouse 我经常看到 但是我经常看到 不是 我经常看到是Kmart 那差不多 也是同等价位 差不多比较便宜的 就是大家可以买到 一些日用品的地方 对了 但是呢 最近就有 Warehouse就公布了 一份计划 就显示说 他们现在要关掉 11家的分销中心了 而且还会在 8家零售店当中 进行一个裁员 预计会有150名的员工 受到这样的一个影响 他们这样 就是说要裁员的消息 不仅仅是说 最近才出来的 之前大概最少有半年前 就已经有这样的风声 而且已经在管理层 做了重组 很多的部门合并 然后呢 有很多的像这个 像就相当于是 我们这么说吧 这个大领导变成了中领导 中领导变成了小领导 就是很多合并之后呢 有些人员上的裁剪 因为刚刚说的 我们对Warehouse的感觉 我在 真的我刚来的时候 去Warehouse 你就会觉得 哇 到处都是人 去他们家买东西的人 特别特别多 为什么 就是便宜 然后呢 像逢年过节 过这个 过我们纽西兰 烟花节的时候呢 很多人就在那边买东西 对 那么后来 我就慢慢慢慢的发现 去Warehouse的人 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然后呢 有很多人会转去 网上 网上是一方面 的确是 现在线上购物的人呢 特别特别多 而且呢 像有些很多 其他的竞争对手 像你刚才说的Kmart 然后Kmart相对出来之后 他们可能环境啊 然后呢 在这个服装的 这个进货的渠道上啊 然后呢 这个店里边的 这些个摆设方面呢 它都有新的 不同的感觉 对 所以呢 Warehouse就感觉 已经是一个 是不是有点像 老者已经快过时了 的感觉啊 所以说现在呢 Warehouse也是在致力于 这个企业转型的 这样的一个阶段 因为呢 我们都知道 比如说现在 Candown 或者其他超市 有这样一个 线上购物 比如说你在线上选 我要买什么买什么 然后他会给你放到 一个自动的 这个提货机当中 然后你可以去 这个提货 所以说现在这个 Warehouse呢 也是在这个夹缝当中 求生存啊 他要求改变了 对 想想什么样的方法 能够在众多的 同类型的企业当中 能够屹立不倒 所以说现在呢 就是想要裁员 然后呢 是把这样的一个客户体验 转为线上的客户体验 刚才我们讲到了 会有150名员工 会受到其中的影响 但是呢 现在还尚不明确说 这150名员工 是否会投入 比如说新的线上的工厂的 这个渠道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企业当中 对现在我们电视画面上看到的这个 这先生啊 他就是呢 Warehouse的首席执行官 他叫 Ockhovet 然后呢 他呢 说会 我们会改善公司的线上购物服务 因为我 我是大概 今年1月份的时候呢 曾经回国 我在北京 然后呢 在我 因为我 因为我不是经常回国去 然后我回去的 给我的感觉就是 你之前在北京逛商场的话 那哇 到处都是人的 我甚至我还曾经特别 我还 我还老跟别人说说 哎 我真的不太习惯了 国内 哪哪哪哪哪都是人啊 你看像我们新西兰 逛商场的话 没什么人 你也不用 有时候你基本上 大多数的时候 你不需要去排 很长很长时间的队 对不对 但是呢 这次我回北京 我发现 哇塞 没有人 为什么北京的商场 比新西兰的商场 人还要少 后来呢 真的就说 大家都说 我们现在买东西 都是网上买啊 什么淘宝啊 什么阿里巴巴啊 什么什么 京东啊 那是不是 大老远的 谁懒得出去 上商场去逛街去了 对 就针对于这个warehouse 现在我们刚才提到的 可能要推出这个线上服务 它现在是已经有11家的实体店 在进行这个分配 还有交易了 对对对 所以说 它会建立一个大型的配送中心 你在网上下订单之后呢 这样的订单都会在这些配送中心当中进行处理 对 因为它这个 它会建一个新的分销中心 但是在这个目前来说呢 目前这个新的分销中心 没有建成之前呢 它是由11家实体店来干这事的 是吧 就是刚刚你说的像 比如说下订单之后 然后11家实体店进行分配 然后呢 去安排物流啊 等等等等 对 其次呢 它还会推出一个世界级的仓库管理系统来进行支持 可能比如说要引进一些比较先进的技术 怎么样分包 怎么样配送 怎么样运货等等 因为网络的这个网络这样的一个时代呢 就是带来了不仅仅是我们生活商的便利 对于很多很多方面的影响 真的是深远的 我们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之前我们来买这个买什么什么 很多游客到新西兰之后呢 我们要给国内的朋友啊 亲友带一些个伴手礼啊 是不是 然后我们可能就去去一些个保健品店啊 或者去一些个像超市啊 甚至药房可以买到很多 但是现在呢 所以那个时候呢 做经营这种产业的这个商家是特别特别的火爆 就是经常开个动不动全国可能开好多分店 但是现在呢 现在他们的挑战和这个困难的是越来越大了 而且现在很多大家 比如说有代购的朋友们 其实都知道很多东西它都是网上 你不用去到实体店帮别人选购 你直接在网上下订单 然后仓库会帮你进行打包 还有发送回国内 时间其实也不久 比如说十几个工作日期就可以到 不用人肉你知道吧 每次人肉杯比如说奶粉啊什么的 就特别特别的重 现在仓库都可以直接给你完成这样的一个包装和配送 对 因为本身呢 你比如说我如果帮别人带东西 我可能我首先我要来到这个新西兰 然后我要去店里面一家一家逛 你可能还要货比三家哪一家的价格比较好 产品质量比较好 然后呢要 因为我曾经看过有很多人在这边 一边用手机跟国内人联系 然后说你要什么什么要多少个 然后呢就可能大包小包的 然后再通过托育自己带回国去 再送给亲朋好友 但是因为真的是因为网上的 现在这种网上代购的这种出现 一切事情都可以在网上解决 然后呢只是实体店 其实你现在发现没有 真正在实体店里面买东西的是少部分 那个基本上他们也就有点像warehouse这样 我是觉得在新西兰还好 就像你说可能在中国我的感受会比较大一点 因为有非常多的就是又便宜又好用的东西 可以在网上能够买得到 但在新西兰我还是觉得配送方面是一个问题 对新西兰来说可能大家呢 大家可能是不是娱乐活动没那么多 所以出来逛个街还算是不错的 对 是吧 比如说周天可能大家去商场上会碰到很多熟人 因为可能没地儿消遣时间 对所以说我倒不知道这个warehouse 如果是改成线上 它会不会对于它成本的控制和人员的控制上 会不会有所缩减 然后这个成本会有所减少 我觉得一定会嘛 因为基本上你比如说我们就就现在国内做的比较好的 像淘宝啊京东啊等等阿里巴巴等等 他们基本上他们可以就是同类产品的话 它能够比实体店里的要便宜那么多吗 因为他首先你想他他基本上呢 他只负责进货 然后呢他负责储存 有的甚至说可能连那个他连仓库都不需要 我只需要呢 我作为一个中间 下定单 然后呢我给供货商呢 我给供货商那边订单 然后呢直接发货发送到这个用户的手中 所以他中间成本呢就大大的降低 基本上可能夫妻两个人在家里边把这事就办了 他不需要请这个 他不需要去租店面 不需要去做装修 然后也不需要去请店员什么 省了很多很多麻烦 很多很多成本 所以才能够把这个价格压低下来 所以我觉得Warehouse的话呢 可能他们还是感觉上 他还是要沿袭一贯以来的那种 走这个低价的路线 靠价格取胜吧 低价格 但是呢靠走量 对 那其实在去年的Warehouse呢 就对这个管理层进行了重新的洗牌 刚才紫菲老师也讲了 据这个全国工会的协调员就表示说 公司这两年的结构的变化 主要是为了这个控制成本 还有这个削减成本 对 所以说呢 他说现在大家认知的Warehouse 和当初那个基于社区 回馈工人的时代已经不同了 可能呢是需要这个大量的科技 来代替人工的时代了 对 因为以前呢 他为什么叫基于社区呢 就是说真的就是说 基于社区回馈这些民众的话 因为本身 你看Warehouse之前是 真的是到处你都可以看到 这个我们很多华人亲切的 称他为红房子 那个红红的房子 然后呢因为他走的是 这个低端的产品的路线 所以呢 很受欢迎 他也其实也是 他每一件商品的利润非常非常低 但真是靠走量 所以呢 大家呢得了实惠 他呢也能够拥有大量的这个客户群 但是因为现在竞争是越来越激烈了 除了就是说你刚才说的 网上的竞争 同行的竞争 那么所以呢 他现在呢 逼得他真的是说 一个是要削减财源 然后呢削减成本 另一方面呢 也要改变他的经营模式 这样才能够跟上时代 否则的话呢 其实我还真的挺 如果一旦 Warehouse如果出现什么问题 我还挺怀念他的 因为我在他们家 我在他们家买了不少东西 好的那么时间来到了下午的两点55分 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 整点新闻之后呢 继续跟大家聊新闻 好 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这个戴卫老师休假一周 所以呢这周是由我来代班 和萨卫尔一起来主持新闻今日谈 那么我们刚刚聊了挺多新闻的 关于房子啊 关于这个租金啊 租金的问题啊 还有买了 8家 8家买了 787-10的新型的客机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来跟你聊一聊 在周末啊 这个周末呢 发生了在这个奥克兰市中心呢 发生了一件事 我们来看看这是 这是在干嘛呢 这是在奥克兰市中心的Altia Square呢 然后呢有两方面的这个组织 社会组织同时出现了 然后他们要干嘛呢 两名的观点是截然相反 激烈对撞 在现场引发了不小的争执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请萨卫给我们讲一下 对这是关于这个支持和反对 堕胎的两大社会组织 是观点碰撞在了一起了 对 在上周六的时候 进行了一个在广场上的一个 互相反驳的一个聚集吧 一个很争执的很厉害 是那么美国阿拉巴马州近日呢 是通过了一项比较严格的堕胎法律 绝大部分故意堕胎呢 它都会归为犯罪的行为 那么这个世界呢 也是在新西兰引起了不小的波浪 因为呢在新西兰如果说你堕胎的话 也是可能属于犯罪的行为 但是呢也是存在有不少的例外 所以说有人就觉得说 新西兰堕胎法律会被滥用 但是呢也有人希望说 将堕胎这个东西 彻底的无罪化 对所以这是两方截然相反的一个观点 我们要先跟大家讲讲说 在新西兰允许堕胎的情况呢 有以下的五种 好 第一个是拯救该妇女的生命 就可能说她怀孕的这个 有可能威胁到这个妇女的生命了 是允许堕胎的 即使说你孕期超过20周 也是可以的 第二个呢是继续怀孕 将严重损害妇女的身体健康 第三个呢是继续怀孕 严重损害妇女的精神健康 第四个呢是存在生出来的宝宝 是死胎的风险 第五个呢是存在这个乱伦的情况 以下的五种情况 在新西兰是被允许堕胎的 对但是基本上是说 在20周以内是可以的 20周以超过20周的话呢 你可能就是说 会堕胎的话呢就风险太大了 对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情况下呢 可以堕胎 但是这个情况要看看 是否是构成了犯罪的 就是说可能这个专业人士 或者是这个什么 他们会考虑 但是不一定允许 你一定可以堕胎 是吧 对是什么情况 第一个情况就是说 女生出现被性侵的情况 被性侵之后怀孕的 对第二个呢是有一些社会因素 比如说呢像是未成年青少年的女性怀孕 是可以通过这个堕胎的方式来解决的 对 那么目前来说呢 这个我们有电话是吧 我们来解决一下 小吴好 这个朋友您好 小吴好 你好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问在题外的话 直飞 直飞你好 你好 女孩你好 小吴好 我想问一下直飞 你以前播聊斋那个故事 我在哪能下载到听听听 聊斋的故事 聊斋的故事呢 目前来说我做的大概十几集 二十几 那是上传到了这个网上 喜马拉雅上 您可以在上面搜寻一下 叫什么名字 就是找直飞 就是您可以搜寻一下 这个细说聊斋 然后就用 名字是紫飞吗 对 爱说书的紫飞 因为紫飞已经被注册了 名字叫爱说书的紫飞 名字叫爱说书的紫飞 好不好 谢谢 谢谢 谢谢您的支持 拜拜 对 紫飞老师的这个聊斋 都是自己写的 这个自己下边 我又看到他在办公室 自己编书 在那边聊斋 编得很开心 好 我们继续来讲说这个 新西兰出现这个允许堕胎的情况 对 那么 这个两种情况 刚刚三位也说了 就是说什么情况下是可以堕胎的 但是一定要有两位专业人士确认 就是说医生也好 或者是这个specialist也好 就是说呢 一个是要拯救这个妇女的生命 在这种情况下呢 即使超过20周也是允许堕胎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怀孕的话 可能会严重损害这个妇女的身体健康 这种是在20周之内是允许的 另外一种呢 就是继续怀孕会严重损害该妇女的精神健康 最大争议的就是在这一条上 精神健康 因为精神健康 它跟身体健康还不太一样 就说你界定的标准呢 有一点点困难 比如说有些时候 他怀孕了 他比较出现一种抑郁的情况 对 或者是非常精神极度紧张的情况 抑郁黄躁 这些都 但是他是第一 比如说他到了什么程度会危害他的健康 第二 到底是不是真的 因为我们等一下会讲到 而且是不是因为怀孕产生的这样一个情况 对了 那么另外呢就是存在死胎 本身这个胎儿已经在母体内死亡了 这种当然是可以的 另外就是存在乱伦的情况 这种是可以允许堕胎的 那么为什么会突然近日爆发这么一件 这样的一个争执和冲突呢 其实就是跟美国的这个阿拉巴马州呢 他因为最近通过了一个 可以说是号称史上最严格的堕胎法律 这样的一个法律呢 在新西兰引起了一个连锁的反应 那么这个 是在当地时间15号的时候 在阿拉巴马州的州长 是在参议院通过了限制堕胎法案的签字 预计呢是将在11月起开始正式的实施 对 因为这个堕胎法律 为什么会引起宣言大波 因为这个可以说是 他走的挺极端的 他呢号称美国史上最严格的堕胎法案 那么原本呢就是说遭遇强暴 以及乱伦这个情况呢 是可以堕胎 在这个法案中禁止了 就是即使你是被强暴 或者说是因为乱伦关系产生了 然后呢导致怀孕都不允许堕胎 所以说仅仅是放过了刚才我们讲的 孕妇出现身体或者是精神疾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就是严重健康威胁 如果你不去堕胎的话 你可能这个孕妇连命都保不住了 这种情况下你才可以 那么而且呢对于帮助这个堕胎的医生呢 他的这个刑法呢非常的重啊 最高可达99年的监禁 或者是这个终身的监禁 99年也差不多了 也差不多终身了啊 对 但是呢这个女性的当事人是不会受到惩罚的 对了 就是说孕妇本身 对因为在这个他们上中二投票的时候呢 民主党啊曾经呢 试图就说哎 这个遭受强暴以及乱伦之后呢 是不是允许堕胎 他们曾经想想获得这样的一个豁免修正案 但是没有同意 那么推动这个法案的是共和党的议员 他们说呢 希望借这次机会 直接挑战美国最高法院在1973年 哎有这么一个案子叫罗伊素韦德案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罗伊告韦德 然后呢 这个案子你知道吗 在1973年这个就是说最后出现以后呢 呃有人把它称为美国史上的第二次内战 你可以想象他这个影响力是有多么的 哎多么的大了 对我们来跟大家讲讲说1973年的这个案子吧 哎好嗯对 那么 1973年的罗伊韦德这个罗伊素韦德案呢 是可以说是世界上女 世界女权史上的经典案例之一啊 然后呢也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开创性的杰作 这事到底怎么回事呢 这事是发生在1969年的8月 当时呢美国德州啊 德萨斯州有一个女服务生 她叫罗马麦科威 她呢意外怀孕了她想堕胎啊 但是她的朋友呢建议说呃你这样的堕胎的话呢 德州德州因为对于堕胎也是管得非常严格 说你在德州是肯定没人给你敢给你堕胎的 你可以他给他出一主意说你说你被强奸了 哎然后呢你可以合法堕胎 那么因为德州法律规定被性侵是可以合法堕胎的 哎但是呢他又没有证据就是说警方呢 没有证据显示他真的是遭到了信心 所以这个办法没成功 那么后来他想找一个地下堕胎诊所 结果这个诊所已经被警察给查封了 哎这种情况呢怎么办呢 正好啊第二年1970年的时候 他遇到了两位律师 哎这两个律师呢是属于比较激进的 他们就一直想挑战这个也比较严格的堕胎法案 所以呢他就跟这个这个怀孕的女服务生啊 这个叫麦科威 后来呢给他出一主意说你呢换一个名字 你不要用原来的名字了 你就给自己改名叫Jenny Jenny Raw 哎然后呢你去这个告政府 哎告的是谁呢 告的是德州的叫达拉斯县的司法长官亨利韦德 韦德出现了啊 然后呢指控德州禁止堕胎的法律是是不人道的 侵犯了这个你的隐私权 那么后来呢地方法院判决说这个法律呢 的确是侵犯了原告 哎那么因为原告的这个他的隐私权呢 是受美国宪法保护的 所以呢案子是这个叫这个女生啊 叫Jenny Raw 她赢了 但是呢并没有对当时德州的反堕胎法律呢提出禁制令 就是继续德州的堕胎法律呢还是继续的走 那么在1973年的1月22号 联邦最高法院呢是经过了一个投票啊 认定德州刑法限制妇女堕胎权的规定 违反了美国宪法的第14修正案 就是说呢 就是说德州的这个限制堕胎的法律呢是是违宪的 所以呢给他废了 其实大家争论的焦点就是在于说堕胎的这个胎儿 他到具不具备人格这一问题 就是他是不是人这一问题 他是不是人 对法律上的人格这一问题 而且呢这个就说这个Roy啊 就刚刚我们说的他化名叫Jenny Roy 他呢告韦德之后啊 他赢了赢了之后呢 那么这女孩挺逗的 他还写了一本书 他说我就是Roy 他因为原来本来他应该叫Micauve 他写了一本书 他说我就是Roy 他说呢我呢就是因为生活拮据 而且呢意外怀孕 我没有钱堕胎 然后呢所以呢我才化名是这样 就是相当于他把这个事情整个也揭露出来 狠狠地打了这个这个当时法律的一巴掌啊 那么所以呢为什么在 为什么这个堕胎呢一直是在 不管是在美国也好在新西兰也好 一直其实是大家争论的一个一个焦点哈 嗯就是说到底能不能能不能堕胎 那么当时呢呃刚刚像Samson说的这个 对于因为这个胎儿你很难界定 他到底怎么他从什么时候开始 算他是一个他是一个人了是不是 法律上无法去可能去衡量和界定 哎对对我们看短视平台5号3959朋友说怕什么 让他们上中国来打胎就好了 今天做手术明天就上班还能来中国玩一圈 我怎么觉得这是一项声呢 不是中国有很多的人流的手术 嗯呃就是就说得很轻松吧 就是说无痛人流怎么到处哪里都是这种小广告 对对对对但是其实是其实对这个尤其是那些个没有没有资质的这种诊所啊什么的对于女性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说刚才呢就是紫菲老师是跟我们讲了为什么会有 嗯阿拉巴马州的这样的一个法律 然后在新西兰引起了不小的波澜 哎是的所以呢就是说这是在在我们新西兰呢同样也存在很多这样的问题 很堕胎呢也是一个双就跟有点像大麻就是有人强烈支持有人强烈反对 嗯 双方的观点一直谁也说服不了谁一直争吵的非常非常厉害 是那么我们先进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跟他聊新闻 好 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下午好 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紫菲 大家下午好是Summer 哎对那么这这一星期呢都是由我来代替David老师来跟Summer一起主持节目哈 对刚才呢我们是讲了这个堕胎方面的一个新闻 嗯对 呃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是这个奥克兰高等法院审理的一起关于种族歧视 这个我觉得很夸张的这个案件啊对你说把它给直接给撞飞了对对对撞飞了的一个案件 对我们先请Summer给我们讲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事对被害者呢据说是一个中国家庭 他们当时呢就是说自己就出行的时候被一个带有强烈种族歧视动机的21岁的男子呢用车追赶了 并且遭并且呢他们说有谋杀的威胁导致一家人一家四口是受伤了孩子呢当时还被甩出了车 所以说呢整个一整个中国家庭都是生活在恐惧的情绪当中 嗯嗯那么在上周五的时候呢这个被告叫做Fresser 他是在奥克兰的高等法院认罪了承认自己有危险驾驶 故意伤害以及四项漠视安全造成人身伤害的指控 嗯啊检察官呢自己也说了这是一起针对一个家庭的具有高度种族主义动机的奇迹 索性的是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 哎对了嗯这个事呢真的是说说起来很夸张的啊 当时呢这个事是怎么发生的就是说那么在这事去年三月份发生的 三月三月四号下午当时呢就是说这个这个华裔家庭呢 当时他们已经在新西兰生活他们他们不是从国内来的这个旅游者 已经在新西兰生活了17年 然后呢四口之家和朋友呢就开车啊出去玩啊去据说是去南区这个摘蓝煤 摘蓝煤然后呢因为当时呢他们大家可以想象那种那种就是乡间小路啊 乡间公路啊不断乡间小路 不熟悉车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相对来说呢车道是比较窄的 而且呢没有没有中间那个隔离带 但是呢就说还是有一边各个有一条车道 然后呢这个华裔家庭呢就是在自己的这个上面走 他们因为他们当时呢因为对道路不熟悉 他们开台反而比较慢 就低于正常的限速的速度在自己的道上缓慢的行 自己的道路他没有他没有超速也没有说逆行什么 这个时候从对面来了一辆车 就迎向 对对对着来来辆车 这辆车呢是一直在超速行驶 可能在两车相会的时候呢 是不是对面的这个车觉得哎 他们的车离离就是说这个华裔华人的车离中线太近了 还是怎么样具体的心里面没讲 但是呢他可能就打了一把轮 因为他当时这个车速特别快 一打轮特别容易发生危险 所以他就跟他自己的车就跟这个旁边的这个排水沟啊 什么和护栏就给蹭了一下 蹭了一下之后呢 哇天哪 然后就开始了一系列的这种恐怖的活动 那么蹭了之后呢 然后这个这个被告啊 就是他是一名这个21岁的这个白裔的欧裔的男子 然后呢他一下就调转车头啊 然后呢跟在这家人后边 而且呢快速超车把这个 而且他超过去之后他猛然掉头 他相对于头碰头把人的车给拦下来 你想要有多危险 所以说这个被告是要这个自行下车进行交涉 对他把他把这个华裔华人的这个车给拦下来要交涉 然后呢还好车上有人懂英文下来跟他们说啊 说这个呃 两双方一一番这个讨论之后呢 这个被被告就是这个欧裔的白人说呢 说这事呢你们应该负责 你要对我进行赔偿 但是这个华裔家人说这事跟我完全没有关系 我也没有超速 就反而是超速的那个车要求这一家四口进行赔偿 对 然后呢呃这个华裔家庭就拒绝了 结果呢这个白人啊 就是这个欧裔欧裔人士 他说自个是帮派的 他说黑帮的 哎 然后呢呃这个就威胁他们啊 我可能比如说要对你去做什么做什么 然后呢这个这个华裔家庭就很害怕 当时呢就拨打了111去报警 而且呢把这个车门也锁上了 本来想去摘蓝妹的蓝妹不摘了 我们没那心情了赶紧掉头回家 那么呃这个掉头回家的时候呢 后来这个他们在呃就是这个这个 这个欧裔人士呢一直中途曾经拦下来好几次啊 然后呢而且他带了一条特别凶的狗 要反正看起来真的挺吓人的 就是他们一家四口把自己锁在车内呢 反而那个就是那个自称是黑帮的成员 还对他们的车进行这个踢打撞 一系列比较危险的这样一个动作 那么后来呢这个就是这家人呢 我不知道可能最后就还是还是走了啊 他们想快速的赶紧离开这种 这个恐怖的这种气氛啊 赶紧跑 那么结果呢 这个这哥们呢啊 这哥们呢可能还到附近的这个商店里面呢 去去去说 他当时说了很多种族歧视的言论 说这个就是说亚洲司机是不会正常开车的啊 就是因为亚洲人 然后呢撞了我的车还逃逸了 他一直用的是亚洲人 然后呢你看他为什么逃呢 他说就是他们来自于亚洲 他们怕被驱逐 然后而且呢这个车 他在跟别人讨论的过程当中啊 这一家四口其实有开车经过 那么他开始看着他们开车经过的时候呢 还自己又开车又去追着 他就去追又去追去了 大概只有七公里这么长的一个距离 而且他当时的车速非常高 他当时开到了140公里每小时 然后呢就追这个华人的车 结果呢就追尾了嘛 因为前面的车没有那么快 追尾之后啊 当时的速度太快了 这个汽车呢就整个翻起来了 你知道吗 就前面这辆车 翻起来之后呢 落在了后边的这个白人的车上啊 车顶上紧接着呢 结果这白人一个刹车 这个车哗又滑出去了 所以你想大家可以想想 这里边这个乘客 是要一种什么样的情形 应该是非常惊慌失措了 根本没有办法 就有一种逃不出去的感觉 对逃出去那就是 那就是这个叫什么空中飞人啊 而且当时前面这辆华人的车里面 有两个孩子 一个是12岁 一个是10岁 因为在之前那种争执中 因为你想又打又踢的 孩子们特别害怕 然后他们就把安全带解开了 想说找到机会的话 看能不能跑 那么在追逐的过程中 估计也是把安全带这事给忘了 结果在翻滚的过程中呢 有一个孩子 大概就是10岁的那个 一个小男孩 就从车里给甩出去了 当时造成头骨的骨折 受伤非常严重 但是呢 好在是 现在看来是没有人员的一个伤亡 没有死亡的情况 没有死亡的情况 对 那么而且呢 当时就说 出了这样严重的交通事故之后呢 这位欧义男子呢 还下了车之后呢 还去找这个司机去骂 然后呢 去进行那种种族侮辱的这种言论 而且呢 当时孩子摔在旁边 一直都是用的是亚裔亚裔 对 孩子摔在旁边 他完全没有想去提供帮助 那么后来呢 还是这个 因为人家报了醒之后呢 这个 当时直升飞机都来了 直接把这个伤重的孩子 送到了这个Starship儿童院 那么后来呢 这个事情当然就是警方介入了 把这个 把这个欧义男子呢 给拘留了啊 他呢 刚时跟警察说呢 他还挺直言不讳 他说 我就是想把 这帮 这个亚裔原告呢 给驱逐出 驱逐出新西兰 而且他 而且他说什么呢 他说 他认为这个 这个亚裔家庭 是亚洲黑手党的成员 你说是不是有点扯 就是自己 亚洲人自己是黑帮的 对 他说他们是黑手党的 成员 所以呢 我想把他们给 驱逐出去啊 这是在法庭 这是法官的这个 法官的情况 哎 那么当时呢 而且他跟警察说呢 他只有一个想法 就是想要掐住 司机的脖子 把他给杀了 我觉得这个人是 暴力 暴力倾向非常非常严重啊 对 我还有7055的朋友说 他说我估计 这一家大小的人 每天晚上都在 发噩梦当中 对 对 你这个 这些朋友说的没错 因为从 我觉得是很像 电影当中的情节 就被人追杀 对 追车的感觉 对 然后你想 这 我觉得应该在野外 比如说有只黑熊 什么的 就没想到是人 就感觉是非常有理智的 一个 黑熊 因为你在野外的时候 你感觉是 外面的 他一种动物 他是不受控的 他可能会来袭击你 你没法逃脱 我觉得他那时候已经 他是一个有思想的人 他已经没有理智了 我觉得那个时候 而且呢 这家 这个华裔家庭 在出了这件事之后 一直就不再开车了 就特别特别害怕 真的是生活在阴影中 而且呢 他 他 他这个 这位欧义男子呢 他说了很多很多这种 像我要杀死你啊 我要把你这个掐死 要把你赶出去 这种种族歧视的言论 然后他跟警察说呢 我就是故意开车 撞这家人的 然后呢 而且他说 那家华裔的 这个 那家人呢 他们也想杀了我 那么我也想杀了他们 他说他从12岁起 一直呢 在这 那边 那个那条路上开车 然后他还知道 路的两边呢 都有一个很陡的斜坡 如果说这个人 一旦这个车呢 开出这个斜坡之后 他知道是一定会死的 所以他当时 为什么那么疯狂的 疯狂的追车 我觉得背后的目的 虚意杀人的 对就是 用现在的一个词 叫细思极恐 对就是他为什么 非得要把他们 撞下那个坡 对 那么 现在呢 这个法官呢 就是说 目前的这个 当然案件呢 还是在审理过程中 法官呢 可能会在 7月19号 做一个 最后的宣判 但是目前法官 也是认定了 他的四项罪名 包括有故意伤害 对 故意伤害 然后呢 还有这个 像种族歧视 等等等等 故意伤害危险驾驶 以及漠视 人身安全 等等四项罪名 所以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 因为我 一直以来 我们认为新西兰是一个 如果要做出的话呢 就是说这个第一呢 之后取证会比较容易 第二呢 更重要是对你自己的安全有保证 对 千万不要去 而且当时我觉得真的是开车跑的话也挺危险的 对 伟号2777的朋友 他说 我们华人被白人欺负还少吗 我建议我们团结起来 取出银行存款 回国度假一个月 然后白人就回来求我们 这个动作有点大 对 这个 当然我觉得 因为很多人曾经问我说 你到新西兰这些年 你会觉得有什么什么 种族歧视吗 说实话 我 我没有感觉到有什么 种族歧视 但是你说 你说这个老鼠屎是一定会有的 像这种很极端的 像之前在这个基督城发生的这种事件 都是很极端 很极端的个案 但是呢 即使是极端 一旦你碰到的话 可能真的是非常不幸的一件事情 我记得 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 有那个T恤上印了一句 什么白人是什么 是OK的还是怎么样的 现在都会被判处有罪 都是因为涉及到种族 可能是在315之后 大家会比较处于那种精神 比较敏感的状态 如果这个时候 但是你想如果说 衣服上面写的是 就是黑人我们也OK 什么黄种人我们也OK 怎么样的 其实这个就还好 但现在是处于这个比较敏感的阶段 可能大家都会对于种族 肤色或者是有一点点 宗教啊 宗教有一点点的敏感 对在这个时候 那么 其实呢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下一秒碰到的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但我觉得呢真的是要最大可能的学会怎么去保护自己 对不对像这种情况 但是你在新西典来时间比较长之前是属于一种还是很大家很友好和平相处的状态 对其实我现在我也觉得是很和平友好的状态啊 那么不管是政府部门也好 基本上邻居也好 我真的是不说不说假话的啊 这个真的 因为我之前呢还去像一些city council 也去咨询一些事情 就特别特别nice 邻居也特别好 你不会觉得 因为我的邻居呢是一个从 从英国移民来的老太太 然后她的她的先生的老先生是KV 她就说 她说我从来不会觉得这个移民 就是说呢会 移民到新西兰以后就是新西兰人 不会觉得有什么 有any什么difference之类的 然后她说我是从英国来 你从中国来 有很多人从什么南美啊 伊朗来 我觉得大家都是一样的在新西兰 基本上我觉得是我们新西兰人是这样 真的是属于非常好的 但是你难保有一些个 她说她自己是帮派的 我觉得帮派里边也不全都是这样的人 这样的疯子 对因为刚才有一个2736的朋友打电话 到咱们短信平台上来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说的话 可以拨打095712936 095712936 小吴好 小吴好 您好 说说这个车祸这事 好 这个我个人感觉啊 这个咱们这个中国人呢 可以说是帕子当头 帕什么 帕子当头啊 帕子当头 帕子当头 因为一出了什么事吧 它就是锁 往后锁 这个呢 你针对于这个洋人这个文化 你恰恰是被人家击中了弱点 因为什么呢 就是他这个洋人这个文化 他是要跟你俩距离地争的 你跟他就是对面发生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语言那个冲突啊 或者说什么事情啊 你要要要要要把它表达清楚 这是第一 第二呢 该你负责的事情呢 你还有一句话 叫舍财免灾 但是呢 你也不能怕事 不能怕个对你怎么凶 不怕事 那不惹事 我这个在这也好多年了 也碰到过很多就是针对我的这个事情 那边在海滩呢 在商店呢 总统其实都有 你就是要是这个啥呢 你要是跟他不是吗 他凶不是吗 你也不能客气 而且是啥呢 这个我碰到这个最凶的一次 就是在海滩上 海滩上两个洋人 这个我在那照相 他说我照他了 这个我说我没有照你 完了这个他就开始就是要无扬威的 就就就就就要要动手 我我我我当时我就把 我当时活活大了 我把我这个这个外套一搓 手机相机又过眼睛 往一散 我又来来来来 干一张 开一开的样子 不能动手啊 我想我想问一下 您所谓说 这两个洋人要跟您动手 他是什么 他是想去袭击您的 还是说想去抢您的 抢过您的相机看见他 就是袭击我 他不是抢相机 他是想袭击您 他想袭击我 他说你跟他们吧 你不拍了他 你必须的跟 就是就是啥呢 你就是挨打了 你受吃亏的不是吗 你这个勇气不是吗 你不能放下 侠路相逢 你必须的跟他跟他对着干 但是还是我觉得 明镜是有亮剑 但是那个是比我忙对 注意安全 家人的文化就啥呢 你要真是跟他这个 叫上劲了不是吗 他反倒是啥呢 他真是不跟你讲劲 你越怂他越欺负你 本身他就有一种 这个种族歧视的概念在里头 然后呢 这个有些行为 他们也看不惯 这样的话你越怂他越欺负你 你就是真正硬起来就不怕 你只要是不怕 他还反倒收敛一下 我碰过好多次 就是 我经历过这事 千万不要不要怕 放开了枕 没关系 你不要动手 都在这摆了 你怕什么 他们也知道 新西兰法律 中国人一怕事 不知道法律 实际上法律是保护你的 你怕什么 有道理 好 就说到这 谢谢 好 谢谢 有道理 刚才这位先生说的 其实我有 就是有自己的一个经历 你也被袭击了 也被偷拍 也不是也去拍海滩的时候 没有 我是拿着相机自拍 然后别人以为 我在拍他孩子过来 就把我劈溜该脸一顿骂 哦 是哦 对 他以为我在拍他的孩子 可能就好 他的孩子从旁边经过 对 我就把我自拍的照片给他看 确实没有他孩子 然后后面他就跟我道歉 所以说还是要 一个比较缓和的方式去处理吧 好 我们再来接听东家 下午好 下午好 您好 下午好 准备 您好 您好 准备下午班了 您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吗 就想给前面那个大哥点个赞 您想给他点个赞 对 我觉得 不怕事 我们中国人呢 我们不许惹事 但是遇到事绝不能怕事 睡给老乡点个赞 对 有什么话 不能说熊 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在这 在海外的华人 大部分受气候 被前面的人给离留下来的 你知道吧 一讲就遇到什么事 应该我是都转过去了 你知道吧 我都说这句话 就是被前面那些移民 你知道吧 所以说一直以来 就是总觉得你们华人 你骂你 或者是一欺负你 马上就都老实了 我觉得很多那天就在 就是说在一家很有名的华人餐馆门口 大家很多都是华人 然后两个KV小崽子开车 要不要不也跟那过 冲着那又比一手指头 又开始大 这种情况挺多的 那种骂声 这些华人都马上就 麻烦我是 你知道吧 所以说叫人家一看 你们华人就是好欺负嘛 OK 这样子你说 你看哪个华人 你敢在人家的餐馆 说哪个地方 你到明星辈子晚上餐馆 你敢冲原地 你吼一下 你试试 好像还真没有 是不是 凭什么呢 我们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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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比较讲礼貌 不干那事 对不对 你要素质呢 我一看那二人十个 那男的 你就没有两三个 你就脾气暴的 就过去 你给我下来 下来 下回都再也不干了 你知道吧 明白 这帮真的 是因为 我曾经见过 就是真的是 尤其晚上的话 有很多年轻 KV年轻人 或者喝了酒 或者怎么 开车的时候 一大帮人开车经过的时候 真的是鬼哭狼嚎的 我最终说什么 我们华人 我们不去惹事 但是就还是一点 我们绝对不能怕事 好 就应该让他打死 不能让他吓死 对不 老一什么人 谢谢您 谢谢您 好 谢谢您跟我们的分享 对 我觉得前面 我给前面两位 我们的观众 也点个赞 就是他说的有 我觉得有 一定的道理 对 一大定的道理 就是什么 就是说 在碰到事情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如果说我 我稍微忍气吞声一下 稍微离让一下 这事也许就过去了 就不会有后边的麻烦 我们第一怕麻烦 第二我们怕打官司 然后呢 怕互相告啊 什么的 而且有些时候会觉得说 我们在别人的土地上 可能就是语言也不怎么通 万一遇到事了 可能会后续有太多 太多麻烦的事 那我就 这时候中国人的传统思维 就是忍一时风平浪静 对 就是 对一步海阔天空 因为语言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在跟 不管你是跟别人社交 你是在跟人家说好话 或者是说跟人说不好的话 甚至跟人吵架的时候 语言上的很多华人是吃亏的 所以在这些方面呢 比如说后面后续你要有这个 比如说打官司 你要有律师 要经过法庭 要取证啊 就是一大堆事情 很多华人觉得 反正我可能也就 我扑一点财 我就省了这么多麻烦事 就算了呗 所以呢 但是呢 我觉得真的是说 很多事情啊 不是说我们礼让了就过去了 那么 但是我还是觉得 如果说你在路上走 遇到一波 一大波人 可能他们就是酒喝多了 可能他们就是 怎么样心血来潮的 比如比了一下指头 这种 因为当他是 当他是 OK就算了 这个我明白你的意思 也不用说 因为他 他只是想要挑衅你 就不要给他挑衅的机会就好了 对 因为有时候呢 这个他们的话呢 他倒不一定单单针对少数族裔 有时候我看他们经过 他们对谁旁边 他们都会 对 有可能是 因为他们也是这样 干种烂事 对 比如说 谢谢伟号9871的朋友 他说 遇到挑衅 一定要做三步 一先保护好自己 对的 第二 迅速报警 第三 尽可能的取证 包括在场证人 联系方式搜集 拍摄录音等 有了这三点 保护好自己 而且一告一个准 千万不要对打 一定要有证据 证人留存 打了就麻烦了 对 不打他 骂你 你的证据够 就都可以是告他的 没错 呃 韦号8585的朋友说 那也看看对方的实力 和自己的实力 看实力是吧 看肌肉是吧 对 韦号7556的朋友说 说句现实话 华人打嘴炮天下第一 其他的是不管 不管我是 然后阿Q精神 退一步海阔天空 安慰自己的怂精神 嗯 关摩死啊 刚刚 对这个 自己挺会安慰自己的 其实不管你是碰到 有人在 你觉得他是在蓄意的 在攻击你啊 在侮辱你也好 或者说碰到了 像车祸 刚刚那位朋友 我觉得说的特别好 你一定要 一定要取证 你不要去 但是我不知道 纽西兰的法律 如果说你偷偷的录音 这个是能够作为证据的吗 还是说我提醒你 OK我现在看录音了 偷偷录音是不行的 就之前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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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案例 但是比如说发生了车祸之后 你下你也是第一时间 你不要去随便动你的车子的现场 下来之后你拍照 拍这个拍video 然后呢 把双方的车牌号 什么什么这些都 就所有的 进第一现场的 就现场的把它资料保存下来 这样对你是有好处 而且你这是可完全可以的 如果碰到有人 比如说他什么 他站在那边骂你 或者做一些什么动作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拍下来 这时候呢 然后你可以选择去报警 这时候你这个手机里面的东西 就是你最好的证据 但是你要注意保护自己的 一个是这个生命 人身安全 另外一个就是财务安全 好时间来到了3点4数 我们先进行小段广告 广告之后再跟大家聊新闻 好 再见 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 下午好 欢迎回到我们新闻 今日谈的最后一段 我是子佩 大家下午好 我是Summer 我是T 戴班老师 戴班的 刚才呢 我们是讲到了这个 华人的一家四口 对 遇上了一个这个威胁他们 扬言还要杀他们的 这样的一个男子 那么法院呢 最近呢 是认定了这个男子 有四项的指控 包括这个人身伤害罪 对 适应谋杀罪 还有危险驾驶罪 以及漠视他人安全罪 对 刚才大家也是热烈的参与 到了讨论当中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想说的呢 可以拨打095712936 095712936 我们看短信 对 韦号3788的朋友表示说 新西兰的法律是公平的 我觉得 对 我觉得法律的话 尤其新西兰的法律 相对来说是比较完善和健全的 也是比较公平 你很难 很少能看到他 针对某一种族裔 或者针对某一个宗教的 做的一些个有失偏颇的 但是我有些时候觉得 华人可能是怕麻烦 就像你说的 比如说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办签证 或者是办什么 其实自己是可以搞定的 但是为什么会那么 就是中介啊 或者是什么的 就是有些人可能觉得说 我是中国来的 我可能看英文 还要去翻译一遍 有一点不太方便 所以说呢 我找个中介 可能会减少我很多的麻烦事 这样就大家有一个 怕麻烦的心理呢 很多时候遇到事呢 就是想哎呀算了 就自己安慰自己 我能用钱解决 我就用钱解决 也就罢了 对 来接听一下热线 小豪 你好 嗨 你好 还有一点 我们华人 都是有存在一个什么文化 或者是现在这个 这个道德意识 也是到这种崩溃的地步 都指望着别人 就是说我今天我忍了 我们华人有个底线 那家怎么说 那家说不是不报 时候没到 早晚有一天 有人会受的 所以说这个人了 那个人 其实我们华人都忍了 所以说人家就认为 我们这个群体 这个群体的动物 就是好欺负 可以任人宰割 就没有一个敢站出来的 你知道吗 所以说人家就总是这么耀武仰为 我们是移民 不是难民 即使是难民 也是这个政府 这不是那个黄金白银给请来的 我们现在一千不增加到一千五了 对不对 我们跑这儿来合理打工打税 我们谁也不欠 当然 就是什么我们做二等公民 你说骂一句就骂一句 你说创一下就创一下 对不对 我反正就这个观点 我不去招你 但你最好别招我 对不对 我也没有什么七大姑八大衣 我们一点牵挂没有 对不对 好 谢谢您 明白您的意思了 好 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不能忍 我觉得这个话有道理 但是不是说不能忍的话 比如说人家 人家骂你 你去骂他 或者说人家打你 你就跟他对打 这种呢 第一你不一定能打得赢 可能会 但有人说这个 狭路相逢勇者胜 敢亮剑的 这个真的是敌我矛盾 没有到那个程度 我觉得忍是不能忍的 但是呢碰到情况 你要知道怎么能够 用什么样的武器来保护自己 我觉得还是要用智慧 用脑子 比如说人家对方都亮刀亮枪了 你那个时候还跟别人硬干 我就觉得没有什么意义 或者是呢 本来他就是 就像我们说的路上 可能他不仅你是对你 他可能对周围所有人 他都是一副耀武扬威 或者是对别人竖指头 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话 我还是觉得有些时候 就没有必要搭理 这样的人 对这个一个是说心态 另外我觉得胆气要壮 不要忍的意思就是说呢 碰到了事情我们要 你不要觉得我怕麻烦 算了算了 这个我就忍一时风平浪静 就算了 我觉得真的是说 该用法律程序保护自己 就是要用法律保护自己 不要怕麻烦了 不要怕麻烦 来 我们再来接听一下 你好 两位主任好 你好 关于咱们华人在这个社会上被欺负 实际上很简单 咱们华人吧 尤其从大陆来的 有一点就是政治正确 还有一个要道德至上 不存在 在这个社会平时里 咱们华人脑子聪明会赚钱 但是身体还得锻炼 要有一定的强壮的体部 你才可以跟人家对抗 所以我对我的孩子 包括我觉得 我跟我儿子是够壮的 我跟他讲 就是刚才前面先生说的 我们不要去搂事 但不要怕事 我儿子现在上中学 他说在学校有那些孩子 欺负他当年还学 他问我怎么办 我说他打 你就跟我打 我的概念就是打 我在洋人的这个木材厂工作 只有三个华人 只有我一个人敢打 我其他那两个不开口的 但是事情楼在他们身上的时候 他们有体会 我去帮助他们以后 他们就知道 现在我们三个人都非常团结 现在人家反而得到 所有这个厂里面的当地人的尊重 因为你敢打 他就怕你 对 就是要自己 靠自己争取 要知道尊重自己 别人才要尊重 不要怕 这个地方没有说是他 这是你的 咱们要交税 我们的祖先来的 比这些白人少 这些毛利人在这是土著人 其他人都是移民 是不是 好 非常感谢您 谢谢您 时间到点了 明天我们再继续参与好吗 非常感谢 谢谢 好的好的 是 好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讨论 就到这跟您结束了 然后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明天下午同时 再会 不见不见 再会 不见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